第106集 与化门群山东南面,一座黑色的,好像玄铁铸造的山峰,插天而起。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真传弟子的山峰,叫做玄铁峰。 玄铁峰上那名真传弟子叫做玄铁真人,是修炼到的神通六重皈依境的高手,把种种神通炼成一张福禄,万法皈依,法力强横,与化门之中顶尖的角色。 虽然不如中天都,东灵霄,南万罗,西加兰,北遥光,却也是赫赫一方,到外面去,受人尊重的角。 玄铁峰单房之中,几位真传弟子在这聚会。 为首的,自然是玄铁真人,一个全身黑衣的中年人。 别看他一身黑衣,却是极其厉害的宝贝,叫做玄铁战袍,水火雷电,都不能侵蚀。 他更是精通多种神通,已经把五行修全,几乎可以相当于七叶魔君。 其他那几个弟子身穿各色衣服,身上法力翻滚,那些衣服的品质居然都是宝器,而且不是那种下品宝器,都是中上品的宝器,威力极大。 他们身上的气质和福寿真人,路命真人都一般无二,居然都是修炼到了天人境的高手。 这一批人,可谓是与化门真传弟子中的上流。 如果说一个门派,金丹以上的境界是顶尖,那么五重天人境,六重归一境,就是上流。 此时,这位玄铁真人手里捏了一枚圆英丹,左看看,右看看,随后摇了摇头。 这圆英丹,真是方寒自己炼制的,太一门的圆英丹,我见过,品质没有这么高。 我现在服用的丹药,只是铸鸡丹,还要辛苦的采集药材,捕捉天魔炼制,浪费我修行多少时光。 天人境和规境的高手,也只有八百年寿命,我现在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。 如果再不改变,几十年后,精气神枯竭,就越发没有希望,只能老死。 是啊,他旁边一个真传弟子,也点了点头。 我们羽化门历来,也有一些天人境的高手,老死的,精气神一开始枯竭,就开始衰老,走下坡路,谁也救不了。 天人境和皈依境的高手,有八百年的寿命,但如果超过了五百岁,也就成了老年人,精气神衰竭,那个时候,就算有增加寿命的丹药,也无法突破境界。 只有修炼到金丹,才能够再次增加寿命,到千年以上。 如果方还能够每天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圆英丹,省去我们炼药的修行时光,我们倒也不是不可能和他合作,助他一臂之力,对抗化天都。 一个神通秘境的修行者,许多时间都是拿去寻找药材,炼制丹药了。 门派也不可能都养着你,门派之中的长老,也要修行,也需要丹药,一直养个寄生虫,那也不成体统。 既然如此,我们现在就去找方寒,现在,咱们真传弟子之中,除了东南西北五大高手之外,回一镜的弟子也有几个,都想修成金丹。 如果这次能够得到方寒的帮助,让他供给员英丹,省去了炼药的功夫,修成金丹的把握,就大了许多。 玄铁师兄到线下守围墙,和那方寒交好,而且那方寒拥有黄泉图,望清水,能够讨得一滴两滴,驱除钢器中的杂质,对于宁炼金丹,大有好处啊。 走,咱们去找方寒。 另外两个真人级别的真传弟子,措措手掌,原来,高手采集天地之间各种元气,宁炼道家刚气,连聚大振的时候,也免不了接触到天地之间各种复杂的意念,思思感情,所谓是红尘杂念。 这些杂念,炼入本身法力之中,就不纯粹,对于修为是一个巨大的阻碍,尤其是凝聚金丹,那更是难上加难。 天地之间,有集中去除杂质意念,净化本身刚气的东西,望清水就是最好的良药。 如果神通六重归一境的高手,得到了一滴望清水,好好记恋,用来洗笛杂念,忘记七七八八的红尘情感,那么,炼成金丹的把握就大了许多。 就算是炼成金丹的高手,得到了望清水,也可以把金丹净化得更为纯粹。 在第八重烽火大街到来之时,可以安然渡得过去。 天若有情,天亦老,传说望清水,就是帮助天亦望清而产生的圣水。 不管是圆英丹,还是望清水,都是修行者,炼气势,梦寐以求的东西。 等一等,玄铁真人看见几位师弟,就要去轮回封,寻找方寒,连忙阻止住。 方寒,虽然和我们是同门师兄弟,但却没有什么感情。 我们这么贸然前去,向他索要大量的圆英丹,还有望清水,人家会给我们吗? 他也不过是个天人静高手,我们和他平起平坐,都是真传弟子之中的上流。 他拿出一点圆英丹,望清水,来接纳我们。 就算是人情,也不亏了他。 一个鼻梁高挺,十分年轻,身穿暗金色衣服的真传弟子道。 他的语气大有几分高傲,他样子,资质也极高,应该是修道速度奇快的天才。 的确,此人是少有的天才,叫做无力。 吴师兄这话不妥呀,立刻就有一个真传弟子摇头,人家连画天嘟嘟不怕,我们也压着不住他。 我倒是可以让他拿出大量的圆英丹和望清水来。 玄铁真人说道,他得到了黄泉图,想必修炼的是盖世魔功,五地大魔神空。 这五种神通,传闻中修成之后威力极大,和太一门的玄门十二法三载九难并驾齐驱。 不过,也最难练成,需要大量的五行精气。 没有几百年的时间,日夜不停苦修,根本不可能达成。 以他和华天都的赌约,哪里等得了这么久? 所以,我们只要能够为他提供五行精气,他必然会把圆英丹和望清水双手奉上。 哦? 五行精气是好东西,练气是人人都要采集,我们哪里来的? 再说,如果此人修炼五地大魔神通,其中的白地金黄斩,给他一百座金山银山,他全部吸收了,也未必能够练成。 我们羽化门那几条玄金矿脉,让他吸光了,也有些玄乎。 十个人修炼大自带玄金剑,其需要的五金之气,也未必够他一人之用。 无力冷冷一笑。 你们忘了,五行灵根,玄铁真人,甜甜嘴唇。 五行灵根? 你是说,孟少白得到的五行灵根? 无力全身一个哆嗦。 对,就是五行灵根。 要不然,孟少白实地也不会再区区十二岁,就到达了神通六重,归一境的巅峰,号称小神仙。 他去年,又到蛮荒游历去了,说是不修成金丹,绝不回门派。 我估摸着,就快回来了。 一回来,我羽化门,又肯定会增添一个金丹高手。 有一次,我用一键玄铁金丹讨好他,得到了五行灵根的消息。 玄铁真人说道,哪里有五行灵根? 无力急忙问道。 蛮荒神庙。 玄铁真人压低的声音,嘴里吐出四个字来。 蛮荒神庙? 这个凶险之地啊,所有的弟子都倒出了一口凉气。 玄铁真人哈哈一笑。 哈哈哈哈,凶险不要紧。 我们把这个消息,卖给方寒,不愁他不上钩。 他要在十年之内赶上化天都,必须要五行灵根。 蛮荒神庙这种,蕴含大量宝物。 我也早就想一探了,只是里面凶险。 不过这一次,我们也可以借助方寒的力量,让他打头阵。 我们不就尽得便宜? 妙,真是妙。 一来,得到方寒的灵丹法诀,二来,让他去打头阵。 我们跟他后面占便宜,可谓是一尸二鸟。 一个弟子赞叹道。 那当然,他毕竟还是嫩了一些,又有十年赌约的压力在身。 这就是我们得大便宜的好机会。 玄铁真人摸了摸下额的胡子,站起身来。 诸位师弟,随我一起去轮回封赏吧。 轮回封赏,经过半个月的修炼,炼制丹药,方寒也知道自己能够炼制圆英丹的消息,在整个门派掀起了狂潮。 不过,他窥人不动,静静等待着变化。 一面和迦兰、龙轩、方清学等人炼化妖神手掌,一面苦练五帝大魔神通。 他现在最为重要的倒不是炼制圆英丹,而是把五帝大魔神通炼成,五行齐全就能够踏入归一境。 不过,五帝大魔神通都是无上级别的神通,非常难以炼成。 现在他炼到大成的,就只有一种,那就是清帝木皇宫。 那还是借助世界之术才圆满的。 就算是炽地火皇气,虽然吸收了火云仙子的那面宝气、朱雀旗,都还差一些火候。 至于其余的土黄、水黄、金黄,更不用说了。 每一种神通都要宁愿一两个甲子,这样下去,踏入归一境也十分的困难,只能苦熬。 当把袁英丹的事情在门派中搅起风波来之后,我还得要出门游历,寻找五星法宝吸收,来练就五帝大魔神通,要快速练成五星循环,必须要五星之气,凝结成了天才地宝。 黑水王蛇? 方寒思考过之后,运用法力,黄泉途中就飞出两颗长长的牙齿,正是黑水王蛇的毒牙,非常的珍贵。 整条黑水王蛇的血肉已经炼成了血丹,在被困的十八年中吃掉了,现在,一条黑水王蛇就剩下一张皮和两颗毒牙。 方寒现在手指弹动,一缕缕钢气从身体中冒了出来,凝结成了几个阵法,刻印在两颗毒牙之上,再一口气喷了出去。 顿时,嘴里喷出了两股火焰,一股火焰形成了一个猪雀火鸟,而另外一股火焰则形成了一只凤凰。 一头猪雀,一头凤凰,朝着两个毒牙一扑,顿时,两颗毒牙就气化,强大的火焰之力,比起地火,不知道高多少倍。 朱雀武,凤凰鸟,迦兰一看就知道,是两种极其厉害的火系大神通,是火云仙子金丹中的神通,被方寒窃取了之后,一样有金丹高手的威力。 母虫天人静,可以炼制灵气,找到好材料,才可以炼制出宝气,方寒就是炼制两口飞剑宝气。 同时,方寒把手一抓,红衣郡主身上的阴沙魔刀飞了起来,轰然解体,也融入了两团元气之中。 不一会儿,两口毒牙再次变成两口飞剑,漆黑幽幽,上面一条条火焰花纹,鸟形蚊子,闪烁着。 贺仙子,红衣,这已经是两口下瓶宝气飞剑了,威力极大,比阴沙魔刀高出一筹,更可以化身为铠甲,保护身体。 在方寒的声音中,这两口飞剑落入了贺仙子和红衣郡主的手中。 这两口剑,起个名字,就叫龙雀剑。 黑水王蛇,尤其是化敲了的王蛇,身体都是宝贝。 被方寒用朱雀武、凤凰鸣两种神通炼制之后,已经变成了宝气,杀伤力,完全超越阴沙魔刀,甚至可以比拟叶南天的八荒神剑。 内门弟子能够拥有这样的宝气,那也了不得了,相当富裕。 方寒在佛,玄铁丰玄铁真人和一杆师兄师弟前来拜访,不知可否打扰。 一个苍劲的声音传达了进来。 玄铁真人?方寒一皱眉头? 玄铁真人是神通六宠,皈衣景的高手,资格比我还老,不过运气差了一些,修为不如我,还没有炼成金丹。 不过,也是金丹候选人之一。 想必被你的袁英丹勾动了吧。 嘉兰笑道,你把袁英丹这个诱饵抛出去,不知道多少弟子,甚至门派长老都会上钩呢。 我去见一见,方寒站起身来,轮回风外面此时已是光滑隐隐,一团团的祥云之上,站着五个气宇不凡,身上散发出强大法力的道人。 方寒一眼就看出,那五个道人,其中一个身穿黑色似铁衣的人,道数最高,竟然比那七叶魔君都还要强大两三分。 其余的四个道人,也都在呼吸吐纳之间隐隐约约看到阵势,凝聚成形,竟然也是天人镜的高手。 那个黑衣的就是玄铁,那个暗金色衣服的叫做无力,根骨气好,也是桀骜不驯的。 嘉兰的声音传进了方寒的脑海中,介绍这五个真传弟子的厉害,来路,修炼了什么神通,好让方寒对他们了如指掌。 诸位和我都是同门,不用客气,请降落下来,道我单房去话。 方寒拱了弓手,玄铁等人相互对望一眼,缓缓降落下来,到了大殿广场前。 随着方寒的领路,进入了单房中,一眼就看到了嘉兰和方清雪顿时愣了一愣,却并没有喊嘉兰世界,只是点点头,盘膝,坐了下来。 他的资格,比起嘉兰还要老,只是没有修成金丹而已,当然不愿意喊一个后辈为师姐。 当然,嘉兰,方清雪,夜飘零,落水,沙青梅,龙轩也都没有理会的,而是漂浮在单房半空,围绕着五欲网顶打出各种印诀,狠狠地祭脸,妖神手掌。 庞博的妖气,精血,滚滚如龙,看着玄铁真人一伙,眼神凝重了许多。 诸位前来,是为了方某的袁英丹吧,方寒也坐了下来,看着来者不善的五人,他抛出袁英丹的这个诱惑,这些天勾引了很多内门外门弟子,但是真传弟子没有几个上舟,今天一来却就是五个厉害人物,不由得心中暗暗盘算。 玄铁真人,无力,这五个人,可谓是真传弟子之中的上乘力量,如果能够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所用,那门派之中立刻可以说是呼风唤雨。 羽化门一百多真传弟子,金丹是最顶级的,只有五个不去说他,但是天人静归静却不在少数,一二十个绝对有,其中也有藏龙卧虎之辈,隐藏得很深。 这些人,如果一起被拉拢,那么,化天都在门派之中绝对不会有太大的权威了。 想想自己一生命下,所有的真传弟子都听从配合,所有的内门弟子都齐声赞扬,所有的外门弟子都奉若神灵。 有这等威势,根深蒂固之后,以后找到机会把化天都赶出雨化门都有可能,甚至可以给化天都安排一个沟通太一门,图谋雨化门的根基罪名。 今天真传弟子来找我,明天门派一些长老,也未必不会来找我,化天多,看你得到了盘武先尊道统的资源丰富,还是我拥有世界之术,资源丰富。 心里一刹那,转了许许多多的念头,最终定下心神。 方寒知道,要降伏这些角色,绝对不容易,说不定对方还会算计他,收复他呢。 倒不是为了袁英丹,而是为了方寒师弟的修行而来。 玄铁真人是个厉害角色,一句话就表达得淋漓尽致。 哦,为了我的修行? 怎么说呢? 方寒微笑道。 师弟修行的是传说中的五帝大魔神通吧。 玄铁真人胸有成竹地说道,五帝大魔神通乃是五行神通中最为顶尖无上的神通,需要的五行精气也是海量。 不知道师弟现在修炼成了几门呢? 堪堪修成了一门,目系神通。 方寒垂下眼皮。 哦? 看来其余的神通,起码要三五百年,师弟才修炼得成了。 玄铁真人和其他的人交换了个眼神,不知道师弟和天都师兄的赌约又如何呢? 玄铁真人,我说话不喜欢拐弯而抹角,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 方寒嘿嘿一笑。 嗯? 听见方寒,听见方寒这话,玄铁真人倒是还没有什么,那无力则是眉毛一挑,似乎对方寒的态度很是不快,就要发作。 他也是赫赫有名之辈,天资横溢,也有隐藏手段,也有千元奇遇。 到现在为止,方寒还没有称呼他们一次师兄,这就忍受不了了。 不过,无力只是冷冷一笑,不知道方寒师弟可曾听说过五行明根? 听懂没有,您刚才收听的是《梦入神机》的长篇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106集,是由陈颂无声武那波讲的,欢迎您继续收听。